张艺兴说嘲笑我可以但不要嘲笑努力 张艺兴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嘲笑我可以但不要嘲笑努力 因为他出道之后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 无论是在唱歌跳舞方面还是说参加节目的时候 他都在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能力 他的努力和认真也早被观众熟知 而且张艺兴认为有了理想和目标之后 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好 张艺兴表示自己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他不希望孩子们认为努力是错误的 他觉得这会成为一个负能量 张艺兴在综艺节目《这就是街舞》的表现非常亮眼 这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 截止到现在张艺兴已经有了很多首的音乐作品 而且张艺兴不仅唱歌跳舞方面特别厉害 他也演过不少电视剧 所以说真的越发期待张艺兴未来的发展 因为张艺兴自始至终都非常努力 所以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喜爱和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